吃飯 沒錯 這個就是我 This is Mario 我最近非常看不開 搬進一間劏房體驗生活一個月 在香港長大的我 從小到大都有一個願望 大一個希望可以住在一間很大的屋 願望成真 我搬到加拿大的時候 就租了一間一千呎幾尺 住在這裡就發現 用來用去都是那兩個角落 加上今年年頭 我就去了英國參觀我朋友的一個宿舍 就發現他的房間 一間 en suite 細小的 其實已經做到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回來香港 搬進一間劏房 想試一下究竟俠宿空間的生活 究竟可不可以 因為它是堂樓 要走樓梯上來的 就是米 Room Tour 慢著 在開箱之前 給大家看一下傳說中的 網上圖片 我現在租這間叫Apple Dorm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網上圖片和現實 究竟差別有多大 網上展示的是這樣的 也是我搬進去之前 一直在預期的樣子 但當我一開門那一刻 哈哈 Room Tour 你看這個Room是一秒完的 門口進來 然後有掛衫的位置 這裡有一張摺桌 可以掃一下嗎 很少的收納空間 有一個架子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梯子 上去 上面Bumbag 即是一個上隔床 這些叫做大房 床就是這裡 起碼坐在這裡 都叫做剛剛好 不會訂求 Head Room 還有這麼多 這裡就是很潮 橫涼 小心點 其實這個位置是有點熱的 但你一躺下來之後 這一季呢 風扇吹進來 其實都可以的 整個單位來說 這個窗的比例都算大 所以採光是不錯 現在日常是有少熱的 冷氣不夠 但現在還未是最熱的時候 如果夏天的話 可能真的會差一點 這個位置呢 外面應該是中間的冷氣 我現在呢 拍這個仔的話 上面這個抽氣線呢 它就會打開 抽好一點冷氣進來 然後如果不夠冷的話呢 開風扇 它名義上是一間 叫做co-living space 一層堂樓 躺了17個單位 是有點瘋的 但你猜的租金是多少錢 每個月 4500元港幣 其實有點誇張的 當然啦 我住一個月 短約就會比較貴 如果你住一年的話 我想其實3000元 都會有交易的 這一間呢 就是它的名字叫co-living space 但我住下去 真的比較像一間堂房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量度一下 這裡究竟有多大 整間房的闊度 113cm 長度 359cm 連上上隔床 高度是3米 即是意味著未來一個月 將會在這個面積43平方尺的 劏房裡生活 嘩 真是想起都興奮了 其實真的不太好 不太夠的位置 讓我嘗試撿撿一撿 那些位置 其實最主要是 這些梳化其實不太有用 但在那個梯的下面 光間大了 是不是整件事都合理了呢 簡單的生活其實都夠了 你看還可以做運動 我想在這裡的頭兩天是最不習慣的 剛搬進來這麼小 誰會習慣 但我這樣想 我去backpacking的時候 其實都只有一個床位 所以你去旅行可以 為什麼這裡不行呢 好了 夠了 時間睡覺 最重要就是把這個耀孔帶上來 因為你會關燈 開風扇 那些全部都在這裡睡覺 當我想去脫下外套 還有開窗的時候 嘩 這樣就出事了 習慣了 所有東西習慣就可以了 好了 第一晚就在這裡睡覺了 各位 早安 各位早安 終於熬過了 第一個晚上 都睡得不太好 中間都醒了幾次 這裡近馬路的車聲 很大聲很粗 人們起床的時候 山門開門其實OK 但是按密碼的時候 都很大聲 一按就醒了 我的枕頭真的很不舒服 我的枕頭一睡下去 就扁了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房間呢 我反而覺得OK 很窄很細 沒什麼收納空間 但是都是站立的 至少看下去OK乾淨 但是呢 一出去的那些共享空間 廁所啊 和一些共用的浴室 那就糟了 它一層總共有三個廁所 和兩個共用的浴室 我也猜到 洗澡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呢 是共用的廁所和浴室 唉 給你們看一下 這裡就是廁所 浴室就是對面的 大家都會看到 廁所的地下 是會有些菜和食物的殘渣的 因為有些住戶會在這裡煮東西吃 所以如果你洗澡的時候呢 想地上乾淨一點 沒有菜的話呢 最好就是早點洗 在晚飯時間之前呢 搞定它了 那這個呢 實在很好笑 最重要就是你穿胎 一定要穿胎 很快 總算任務完成 那這個廁所就更加不用說了 我嘗試過打開的微波爐想用 但一打開就有一股意味 雪櫃我都打開過 裡面有很多不知名的東西 用膠袋入住 而且都是有些異味 所以我就沒有用過了 那這個廁所 so far在這裡住了幾天 那set好了我的壇 搞好基本的東西之後呢 就開始要想娛樂了 究竟在一個這麼小 這麼窄的地方 可以有什麼娛樂呢 那我就發覺其實都沒有了 唯一Netflix 但是沒有得chill ok Day 2 各位做頭 喂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不去住兩天 一個禮拜又走 你要住一個月這樣折磨自己呢 因為我不想太快就搬走 新鮮感可以蓋過你一切其他的 不愉快不舒服的感覺 第三晚 各位做頭 當我以為自己開始習慣 相安無事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現在依然是第三晚 晚上第四天的早上 我今晚完全睡不到 咳到瘋 我都不知道 可能有煙味 這幾天休息都不好 出事 我現在可能要去看看醫生 那我剛才真的出去看醫生 那我剛才真的出去看醫生 吃了兩劑之後 那我已經學了很多了 那醫生我最主要的問題 應該是氣管炎 我想其中一個主要的東西 都是這裡的煙味 最糟糕呢 這裡每間房裡面 是沒有獨立的冷氣 廁所那些位置 有一部很大的中央冷氣 然後每間房 有個抽氣線 把冷氣抽進來的 那所以基本上一層十七間房 空氣是共用的 那本身這些中央冷氣 已經吸收了很多的陳年煙味 加上每一天 都新鮮供應一些的二手煙 第二早起床 永遠都是 寵積出一大陣煙味 所以我也聽過 這裡的職員和住客 因為煙味而吵過兩句 但是呢 當晚馬上有吃過 沒辦法 雖然我不喜歡 但是都理解的 那我也試過不開抽氣線 然後開窗睡 但是呢 沒有冷氣很熱 又搞不定 主要就是靠這個風扇 吹冷氣 所以涼液都有限 生活的空間 會影響生活的品質 生活的品質 絕對會直接影響健康 住的地方 氣度真的挺重要的 剛才我回家補給了一段 拿了兩樣很重要的東西回來 就看看可不可以 嘗試一下改善 最重要的睡眠質素 那這個我先拿下來 軟奶奶這個 正式退油 哇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同了 好很多 始終那張皮呢 有一點點異味 第五天的 早上 換了枕頭換了一張皮 中間沒有紮醒過 還有呢 是睡了八個小時 睡得好加上有太陽 心情也好些 其實第一次呢 真的在這個區內 做一些區內的活動 就是這個深水埗運動場 那邊踢球 我踢完球的衣服 要洗 洗一件衣服 衣服什麼都說 你幫我們拿了衣服 然後呢 把洗衣服 幫我全隊洗的 還可以扔一下 不是 你再收錢 逐個收30元 那你是不是這麼狼死 Anyway 一有球 不過幸好今天踢球呢 就遇到天氣比較乾爽 比較涼 那我就可以吹一吹 然後呢 放到箱裡 隔幾天才去洗 洗衣機洗衣服的呢 就是天台 那我在這裡住了五天呢 才第一次上去那個天台 原來天台呢 除了給大家洗衣服之外呢 也是有幾張椅子 還有幾張太陽傘 那就是一個小型的平衡 給大家在這裡吃東西 休息聊天 而我呢 都有機會和幾個住客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 作為真正的長期住客 到這個地方呢 究竟有什麼感受 為什麼寧願給多少錢 都要住在這裡 而在言談之間呢 我真的感受到他們的生活 的無奈 大家都不妨聽聽 你住了有多久 我去年不預期 我去年不預期 還可以了 我地點不輪到我 不習慣 那這裡租會不會便宜 外面很多 不會啦 還不便宜 他近你一些雜 他包了你所有的東西 譬如WiFi 水電 那些 那些上班房 洗澡 洗衣服 在外面吃 然後躲起睡覺 翌日起床 是嗎 你們不是在這裡洗的 不會啦 全部在那邊 這裡洗好不衛生 是嗎 會在這裡洗 對面洗 對面一樓關鍋 開24小時 乾衣機不太行 乾不了 所以我還是拿衣服 對面洗個紅素心去洗 對啦 我想都是乾不了 那些人才有這麼多衣服 掛在這裡曬的 還是聽他們說一會 唉懶 最後是深夜才吃得拿去洗 在這裡行去 有間洗衣店 一個人住 起居生活的開支 都真的不少 又要自己給錢洗衣 所以就要靠其他方法 去省回生活費 就例如 用TopCashback 多謝TopCashback 贊助這部影片 它是一個英國最大的 現金回贈網站 大家只要在上面 登記成為會員 就可以很輕鬆地 去儲現金回贈 很簡單 你只要進去他的網站 搜尋你想要的品牌 或者是商店 然後你就按下連結 只要正常的程序 購物和付款 當我交易完成之後 這個回贈 就將會直接 進入TopCashback的現金戶口 TopCashback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商戶 可以選擇的 例如是旅行 例如是家裡的東西 例如是一些科技產品 你就這樣上去官網 然後再看下去 都已經見到 有不少限時的優惠 例如Adidas 這個禮拜 就會有11%的Cashback 例如旁邊St Lauder 就會有16%的Cashback 原來它還有 17小時 44分鐘 就會完結了 所以你有空可以上去的網 看看有什麼優惠 特別便宜 就可以去買了 還有我剛才首多搜尋了Apple Hong Kong 原來都可以有回贈 所以如果你想買新電話 新電腦 那就適合了 我之前都經過他們買了一部咖啡機 按兩個按鈕就省了百多元 雖然你逐次計 可能不是省得很多 但你長期這樣用 都真的省不少 它現在有北美版和英國版 最好的地方 就是不受地位限制 無論你身處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以輕鬆地用它 去儲現回贈 用我下面的連結 去申請成為新會員 就會有10元美金的新人註冊獎賞 所以如果你也想在日常生活 省多些錢 記得在下面 按這個連結 申請TopCashback成為會員 那我們繼續洗衣 洗衣 這些就是自助洗衣袍 下面洗好像洗四個字 上面乾乾了50分鐘 所以一個半小時 要等它的衣服乾 7 剛才我問一個人 他說這個洗衣袋 都一定要 要不然物品就會放在洗衣機上 好 洗衣就35 乾衣就50 所以基本上我要在這裡 坐35分鐘 等它的衣服洗完 我才可以去吃東西 這次用了54元的洗衣服 剛才跟人聊天 他說要很勉勵 這三部是臭的洗出來 因為是舊一點 基本上是新的機 和少一點人用 所以叫我用那部 很喜歡跟人說 如果不是洗出來 又是臭的 那就更麻煩 現在才感覺到 家裡有洗衣機的洗衣機 那麼含風 等了35分鐘 終於洗完了 放上乾衣 然後吃東西 終於完成了 3點47分 好了 回到來 4點鐘 今晚是第7晚 你問是不是很習慣 又不是 但至少沒有頭兩天那麼辛苦 第8天 早上 其實在這裡的頭幾天 我也有認真去試過 究竟這張桌這麼小 是不是做到事的 但結論是 又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呢 這個設定的桌子 頂著腳 然後呢 桌子又不夠大 貓士根本不夠 其實就不夠用 可能是環境太局促 所以做事的時候 不是很想到東西 所以我就租了一個 外面的co-working space 的一張桌子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起床 然後出門口 去做事 那麼這張桌子 都不便宜 每個月要成$2500 你想真點 其實都是生活成本的一部分 每天做完 就回去睡覺 第二天就出去做事 又回去睡覺 於是者 廢遲了很多日 第九晚 第十日 各位 第十日 第十二日 今天是整整 兩個星期 第十四日的夜晚 我想在畫面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你會有個心理的壓力 因為始終是這麼窄的空間 會長時間地留在這裡 加圖四壁的感覺 住一內可能是有一種 心理上的無形壓力 可能對你健康也沒有那麼好 現在我終於都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 寧願坐公園 坐M記 躺一條街都不回家 平時正常在家 很累或者有什麼事 就回家 舒服 休息一下 但現在在街上解決的事情 我都在街上解決 我現在完全 心地都明白這種感受 基本上 我在一個工作室 每天做到十一、二點 做完 我都不願意走 我都要看看有什麼其他事情可以做 所以 我就很積極地上去健身 還有 我經常像傻佬一樣 到處爬水吹 真的留到最後一刻 要回去 才回去 西九龍中心 對面 陰宗街 基本上我們把整個生活 外判在外面的空間 跟剛才那位鄰居說的一樣 家裡 就只要來 睡覺 和洗澡 但反而對我最困擾的是私隱的問題 因為都是這些板間房 和大家距離很近 你講電話 你做些什麼 你聽歌 即是你耳朵播大聲 旁邊已經聽到每一句歌詞了 如果有人在旁邊 那些聲音 發發聲 當然會聽到 所以你們真的有什麼私隱可言 今天是捉了一杯的Semi-Fi 十二碼 最大的問題 在這裏十二碼 不可以叫 來吧 來吧 最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遵守 都不會改變到這個社會 就唯有改變自己 嘗試適應這裏 各位吃飯 無論環境多惡劣 空間多小也好 我們都要照樣好好的過生活 聽到我最怪怪自己 一絲笑容 這個家裡無論大還是小 對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 給自己少少喘息的私人空間 去到我們差不多這年齡 其實都想搬出來住 但是住著住著 就會面對到很多問題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處理 平時有其他人幫你做 他就不覺得這些問題 三個半星期的情況 你看後面多骯髒 一坨屎一樣 我真的定不住了 在這個環境比較惡劣的情況之下 很多你要處理的事 就比正常更加麻煩 平時我們經常對生活 諸多投訴 很多事情都是源於 由選擇之下發的勞訴 其實你有一部洗機在家裡 可以給你洗衣 還有乾淨的廁所 也不是必然 今晚其實是第30晚 就是我最後一晚 我不是這樣說 我住在這裡很開心 但我也很興奮 我做過這個體驗 春品貨車一樣 一世日可一百可在 各位 早安 各位早安 我終於都熬過了 我是不會掛著這張床 過程 拜拜 一個月 劏房生活 體驗 完成 究竟家裡對你來說是甚麼呢 究竟它是一個安樂窩 還是一個睡覺的地方呢 其實現在有不少大城市 好像東京 首爾 紐約等等 都越來越多年輕人 選擇這一種在市中心的微型住宅 假設你是單身 一個人 月入二萬元 你又會選擇和父母同住四百尺 還是搬出來這裡住四十三尺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說一下你們的看法 留言的時候最好說自己大概多少歲 身處在甚麼地方 因為我想了解不同年齡和不同地方的人 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 我Mario 接下來將會帶著香港人的視覺 帶大家去到不同城市旅居 模擬當地的生活體驗 去探討一下一些你旅行未必會見到 但需要待久一點才要面對的一些生活上問題 就例如生活成本 當地飲食 交通等等 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在馬來西亞展開了一個月的旅居生活 究竟馬來西亞的生活是不是很多之多彩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又喜歡看這些生活的分享和評測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這幾代人 注定要面對很多社會上的改變和壓力 所以要作出的抉擇也更加多 究竟甚麼地方 甚麼生活模式才最適合我們呢 恐怕是我們這一代的集體議題 可能你跟我一樣 都會覺得有點迷惘 但我覺得不要緊 是因為有要求 有看法才會迷惘 讓我們一起去探索 一起去成長 我們馬來西亞之旅第一集見 記得下面留言 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各位加油 共勉之 在錶子中 有人冒冷藏 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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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錶子中